到底要怎麼樣來看之後的一個美中關係 其實美方他們在現在 很多事務上面他們開始有所調整了 這裡頭這件事情真的需要調整 這是什麼 這個是要被人家揭露了 原來已經10年了 你知道嗎 好多機密都記錯地方了 美軍人員他們其實是有個email 美軍的電子email他們結尾是什麼 是.mil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都寫成什麼 就少了這麼一個i 我跟你講差大了 原因是因為這一些電子郵件的 統統都寄到了 俄羅斯在西非這裡的盟友叫做 瑪莉 寄去那邊之後呢 基本上不是馬上轉去那邊 還好是什麼 是他們中間有個中間商叫做 俄羅斯這邊 他們有個系統商 早就發生這個問題了 那所以呢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把他 直接給攔下來 沒有直接讓他去瑪莉這個國家 好但是現在這個系統商不做了 所以他只好趕快跑出來 跟大家說 美國國防部啊注意一下 你們有好多啊 是不是個人的資料啊 或者是呢這一些 日常的報告啊 通通都寄到了瑪莉去了 好現在呢 美國國防部承認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也說了 真的很高階的東西呢 他們是用另一個系統來寄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走失 好就是這樣 大家開始在問美軍是不是 羅斯松了 其實美軍呢 最近他們開始有一些調整 包括什麼 包括他們在防務的配置上頭 中東呢 他們一直講說不能讓他真空 也因為最近中東真的跟中方這邊 走的稍微近一些些 所以你看到了 他們先前派了F16去之外 現在又要再加派F35 還有加派驅逐艦 希望的是來維護這個地方海域的安全 除此之外 被南海這邊角力也不能落掉啊 帶您來看到的是 美國前防長Asper 他現在就直接的講了 他說現狀已經改變了 美國的一中政策也應該要改變 帶您來看看 好他就直接講啦 說在現在不只是兩岸 其實在整個區域上都在改變 真的在改變 因為你來看看 中俄現在越走越近 特別呢在近期的軍演 發現已經過往看到是東部戰區 但是現在是北部戰區 直接進到的是日本海 那美國的航母打擊群呢 他們也超忙的 好原因是因為 這一些圖你就看得出來了 這其實呢 美日韓就在這個地方 他們開始呢全部動起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他當然 日本也是還有盟友啊 他不用稍微顧及一下嗎 美日韓他們現在也在做軍演啊 還有的是什麼 是南邊 好原因是因為 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的航母雷剛號呢 去訪問了印尼巴黎島 同時呢 旗下的三大轟炸機 也開始展開了敏捷作戰訓練 那這一些事情要講的是什麼 要講的就是在南海這裡的角力了 因為中方也有動作 看到的是中方怪獸級的這個旗艦呢 他們也直接出現在仁愛礁 也就是過往中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說 菲律賓啊你要不要把這艘船給拖走啊 你再不拖走 他們甚至還下過一個通牒時間呢 現在美國中方在南海這邊開始都有動作了 也包括了習近平呢 先前他其實也就見了他們的這個前總統 好那這一邊的角力 難道不能好好的來注意關注一下嗎 可是講到了外交 大家開始在問 中方外交最近好像都是王毅啊 因為他們連跟這個菲律賓前總統見面的時候 也都是王毅來帶打 那秦剛呢 秦剛到底人在哪裡 你看看 接近杜特地的時候 是王毅在習近平的旁邊 然後說呢 中非關係要重回正軌啊等等等 但秦剛呢 就連布林肯他都有親自的跟中方表達關切 說在見王毅的時候呢 有問問秦剛呢 好嗎 記者也在問秦剛呢 來看看中方外交部最新回應 這個問題我沒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我不瞭解你所說的情況 建議你查閱中國外交部的網站 我也沒有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好他有建議我們查閱中國外交部的網站 我們真的有去查 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頭 外交部長仍舊是秦剛 但是大家只是想知道 到底秦剛人呢 到底在哪裡 一切都好嗎 後來請教大老師怎麼樣來看 美軍這個真的是糗大了 怎麼會連網域記錯這件事情 都是要花這麼久的時間才知道 早就知道了 因為瑪莉她是委託荷蘭 幫他們負責經營管理這個網站 那因為合約快要滿了 瑪莉沒有打算要跟荷蘭繼續續約了 所以荷蘭準備要離開 要終止這個業務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才抖落出來 為什麼 因為荷蘭已經很多次的提醒 美國說你們軍方已經有 有的時候是幾千次 有的時候是幾萬次 把這一些內容 軍事的內容 不管是醫療的 或者是一些軍事行動的一些內容 甚至名字的這些內容 都記錯了 發到瑪莉這個地方來 那只是因為 他裡面的一個網址上面 那麼J跟M沒有分清楚 傻傻的分不清楚 那他已經多次的 跟美國人提出通知了 美國的軍方也知道 所以我才會說 這太離譜了 美國的軍方知道 不是不知道 而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有些工作人員 打字 打了之後 就是錯 錯打了這個字 我就可能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按鍵的時候 你按很快 那麼有些按鍵就是會按錯 但是理論上講 你應該是再度的核查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軍事的資料 雖然它沒有涉及到極機密 因為一般來講 機密等級以上 我們都知道分為限月 密 機密 甚至極機密 你要到機密等級以上的是要經過審批 而且是經過專門的IT來發送 這個問題就不大 所以我估計應該是限月跟密等級的 沒有到機密 那只是因為我們的新聞在寫的時候 都會寫成機密 反正這樣比較好翻譯 可是嚴肅上的軍事用語是分為等級 是分三等級 這很清楚的 所以沒有涉及到重大的軍事價值 但是還是有軍事價值 這個太離譜了 這個真的是相關的這些私職人員 都應該要打屁股 我覺得美國的軍紀應該要整對一下了 不是撞船 然後就是軍紀敗壞就是吸毒 然後要不就是一直發生這種錯誤 要不就是白宮有白粉 然後竟然查不到 美國的 你的白粉到底是特勤人員吸的 還是白宮的工作人員吸的 還是國安會的 這些重要的官員吸的 沒有人知道 但是確實有這個白粉 在白宮裡面發生 而且是在戰情室不會很遠的地方發生 這個紀律已經換算到這個地步 然後最後還說查不出來 這個鬼才相信 因為我們都知道塑膠袋 塑膠是最容易生物資料 指紋站在上面的 竟然會查不到這個 講不過去 日本海的軍演 我個人的推斷 以後會成為一個常態 也就是說 過去都是美國拉的日本 在南海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然後在更早之前 美國跟日本已經習慣把日本海 單純他們設立範圍 每一次就在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現在是由中國來主導 俄國參加的一個 海上空軍的聯合軍演 而且這一次滿龐大的 五艘戰艦都 兩艘導彈驅逐艦 兩艘護衛艦 一艘補給艦都上去 所以代表在那個地方停留的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 我覺得可能美國 日本都要習慣了 還有一點我覺得 我對於美國的高官 美國高官有個習慣性是這樣 在任的時候很謹慎 卸任以後就變成民粹主義者 因為您剛剛提到的這一位前部長 他就是在任的時候謹慎 卸任以後民粹主義 為什麼 他卸任以後他認為說要走戰略清晰 他為什麼不在任內的時候搞戰略清晰 因為他知道不能搞 第二個卸任以後就主張到戰略清晰 說這樣子就能夠對中國大陸產生 威責作用 威責的目的是要讓你怕 你被嚇到了 所以你不敢動 這樣的話主要是要避戰 可是問題就在於 如果不怕 一般來講怎麼會怕 那就一定會戰 所以你要避戰 結果是一定會戰 那你覺得這樣的一個主張是好嗎 吳釗燮腦袋要有點清醒嗎 來 請教黃老師怎麼樣看 這個美國的戰艦 它最近在南海動作很多 而且包括在東內亞這些地方 各位如果記得的話 就在前一陣子 我們講到印尼的雷根號 它才到越南去 所以它是一個長期的這種 遠洋演訓的這一種 包括軍事外交的各式的這種 綜合的一個行動的目標 當然這個對美國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必須要讓它艦上的官士兵 都可以了解當地的水文氣候 然後要熟悉這些海域上的航行 而且它必須要利用這個機會 偶爾要練習一下它的三軍協同作戰 以航母的打擊群為主的 所以這個是美國它在南海或者是東南亞 展現說你中國大陸不要輕舉妄動 我對我的盟邦或者是夥伴 一直保有我的安全上保證的承諾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軍事動作 但是我目前更會解讀它是一個外交的動作 它這個也就是等於讓東南亞一些國家 特別是願意跟美國打交道的國家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越南 印尼 甚至還有像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些 菲律賓 他們都會知道美國它不是嘴巴說說的 它的航母它真的會過來 這個航母過來的戰軍事還有外交的意涵 當然這個不必多說 但是我覺得相對而言你就看到 我們剛剛賴老師講在日本海 日本海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演習 說不定就是你在東南亞展示你的武力 我就在日本海展示我跟俄羅斯合作的軍事的武力 大家要比就來比 這樣的做法我覺得 這個只要是距離夠遠 兩軍不要有太明顯的接觸 應該是 還是都是可控的 所以我剛剛講說外交的意涵 會大於軍事的意涵 另外我想講一下艾斯培 艾斯培他確實是 不只是希望說 美國對台灣要戰略清晰 而且他還在台灣的時候 今年他不是講了說 台灣應該兵役要延長 如果我沒記錯他應該講兩年是不是 然後他還說男女都應該要當兵 他建議我們是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美國的建議 當然有他自己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 他是說你台灣要強化你自我防衛的意願 我美國才可能考慮來 當然他也說 不過你們不要忘記 這個和緩的協商的關係也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國內有些媒體 常常故意只聽到前半部 你們要強化你自我防衛的意願 但是艾斯培雖然說他現在好像是一個 要戰略清晰的一個前政治人物 但是至少他也告訴你不要忘記兩岸的溝通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他當然有他自己一個很強的主見 但是至少他也很持平的講了說 和平的協商還有自我防衛的力量 兩個台灣都不應該偏廢 所以艾斯培我覺得我們可以多一點關注 因為他目前看起來不只是跟軍火商的關係不錯 跟美國政界很多的關係不錯 而且他看起來還算年輕 他會持續在美國的政策界還會再有很多的一些影響力 還有相關的發言值得台灣繼續的注意 艾斯培確實他在去年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在講說男女都要當兵 結果後來我們就在年底的時候 看到他們真的有調整 因為真的蔡英文就在那邊討論 要把兵器延長了 請教一下鄭春喜老師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他現在也在講 講說你看看 我們就是應該要少一點戰略模糊 才可以讓北京感受到那個威哲的信號 黃教授是學者 他講話都是比較立性 我這樣我這種人 我一看到亞斯培那樣就怒從中來 就想三字經都想上去 就是說什麼意思 他就說你看現狀已經改變了 而且北京改變 北京是侵略者 我的世界剛好相反 美國就說你反對改變台海的現狀 真正改變就是他 他每次可以顛倒過來 而且他先講說我反對中國改變 好像這個帽子一扣上去 改變海峽現狀就是中國 我們在台灣有時候看說 對啊 你看老共最近軍機來軍機 就一大堆都在弄 事實上這個都是老共被迫因應 為什麼要因應呢 源頭當然是你美國人先惹事 這一部分不講 而且重點是你還不是客觀第三者 你美國是你當過前國防部長 你也是這個政策的執行者 是你們先故意改變現狀 故意去惹怒老共 故意改變海峽兩岸的關係 然後讓事情能夠爭端 你才可以來賣軍火 你可以來搞中搞西 來完成你們的佈局 全世界內行人都知道 是你們在改變 而且是片面改變現狀 可是你看他可以臉不紅氣不轉 講得跟真的一樣 這個文字出來 你看他想想一個堂堂前國防部長 講話一定不會亂講 就是亂講 就是你很難想像他敢這樣公開的亂講 而且說改變了 不是我們美國 也不是台灣 台灣當然有什麼 什麼批本事可以改變現狀 講粗一點 那就是你美國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些人講的 這種話像剛剛黃交這種話 後面有他的意圖 他今天下來他賣軍火 當然希望有事搶一搶 他有事情好多 那就回到像這個 我是覺得最近像日本韓那個演習 兩位都提到 其實不可輕忽 他們已經是第二次跟俄國這樣一個聯合 那上次聯合完的時候 還聯合出巡 還走了7千公里 走到白甸海峽去 這次會不會第三次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也是你美國在北方在日本海 日本開始搞 韓國一直搞 一直要圍堵中國 那包括你烏克蘭的這個事情發生了 所以中國才跟俄國 肩靠肩 背靠背 而且已經變成一個實質聯合演習 他們這次這個北方聯合 2023的演習 剛剛大老師講一邊出方五個 我還看到他們中華大陸這樣 啟動了 還有那種Yes這樣 起航了 那個場面好大 還有軍藥砰砰砰 然後五艘軍艦都出去了 那也博博說 中委俄國這邊也出動了 他那邊刪掉 事實上很當一回事 而且是大張旗鼓 就是告訴對方 那我看NGHK趕快講說 他們這個韓國 日本跟美國 也在軍演 事實上在那邊 這個戰火已經慢慢在形成 誰在搞的 當然都是你美國人搞的 所以我們台灣魅於現實 都不知道 你看大家已經 已經在摩拳擦掌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美國人 真是無視生非道的專家